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由馬二 贏者 歡迎大家收聽第四百集的動漫無雙 終於四百集了 我們動漫無雙送什麼呢? 我們是沒有多少百萬的下載 你懂了 四百萬點才下載 四百就不算了 最少都一百萬 一百萬很難 一百萬集應該我們死了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都不會準備任何禮物 四百集 說回一些很久都沒什麼說過 我承認我是可懶的 都不算 尤其是這幾個星期 一隻大載就出來了 當然有很多新聞說 這個很多其他網頁 連色情網頁都說 色情網頁就因為有4OE這遊戲 點擊率大幅下降 大幅下降 因為古古都只顧著打遊戲 包括我們的某主持 我還沒買這個PS4 我不是說你 我沒有PS4 很疼 很久沒來那個 走進去吧 不知道 先買個關子 我們今天要說的 當然不是火候 不是火候 和它有關係 有關係 這類型遊戲 其實是近十年 越來越瘦越多的 Player 開始就會 接受吧 不可以說接受 越來越多人 進入這種遊戲 留意這種遊戲 以前很簡單就是RPG Action 這類型遊戲 尤其是 我忘記了多少年前 那些年份 我不是很記得 所謂的一本道的FF 一本道 我還以為你在說什麼 什麼呢 你想說什麼 一本道 沒什麼 Follow好像這一類型遊戲 其實就是 稱為 Open World的遊戲 開放世界 是的 當然 今天要講的題目 我們都會講 Open World的 還有 跟它很相近的遊戲 就是 商業遊戲 系列 就是Sandbox遊戲 這兩種遊戲 我想 很多聽眾 或人都會混淆 兩種遊戲 因為它始終兩種遊戲性 真的有相似性 就是 很自由的 兩種遊戲都是 可以這樣說 兩種遊戲 其實 他們的共通特徵 就是在於什麼呢 它不是強制玩家 就好像說 當一個村長 派了一個任務給你 整條村裡面 大家知道 村長是不得罪得的 全村裡面的人 都不會派任務給你 直至你完成了村長的任務 這個是強制性玩家 去推進 故事的進程 對 你必須要 就是它給了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對 但是 開港世界也好 或者沙盒遊戲也好 Open World那類遊戲 它是有主線的 但是它並不限制你 一定要先做主線 這類型遊戲 當然你說 一直都很出名的 就是GTA Elder Score 跟著 Elder Score 跟著 Elder Score 這類型遊戲 都會採取 沒錯 你是有一個 很鮮明的目標 你完成 但是你可以 你進行了遊戲 200小時之後 我都是不完成主線的 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或者有些 那 Sandbox遊戲 它跟這個 Open World遊戲 因為Open World遊戲 很多時候 都比較限死了 可能說 動作 射擊 RPG 其實 它有幾個 尤其是二次遊戲 裡面有幾個 很既定 大家都會看到 可能Open World也是那幾門的 跟我們玩動作遊戲 玩格鬥遊戲 一樣 但是其實Sandbox遊戲 沒有的 Sandbox遊戲 什麼遊戲都有 什麼種類的遊戲 對 因為通常 Sandbox遊戲 跟Open World遊戲 不同的地方 在於 Sandbox遊戲 其實核心理念 在於 CREATE 你要創造某些東西 而很多時候 其實Sandbox遊戲 它沒有一個 你必須要完成的主線 你甚至乎 不管主線 其實那個不是主線 這個遊戲有一個這樣的目標 但是你可以用什麼方式 去達成這個目標 甚至乎 不可以達成這個目標 而這個目標 沒有一個強制性 你首先跟NPC說完 之後 再去找NPCB 接著就打到 A boss 你就可以完成 拿到這個C道具 對 即它沒有這些 很線性 必定很明確的目標 總之那個人得罪了 你給我殺了它 這一類型很明確的目標 即是告訴你 你可能說 你要成為 這個世界的No.1 但是它沒有告訴你 你要用什麼方法 去成為這個No.1 殺了世界上所有人 你是不是No.1 即使你是很窄 一開場的目標 我知道 或者這類型遊戲 很多時候就是 它允許換家去創造 即它只是有一個這樣的主題 它換了創造它自己的規則 然後再發放 它這些可能是它的關卡 去給人 其實你說如果是三個遊戲的話 如果用一個比較形象化的例子去形容 就是積木 積木是沒有強制定義理 你要砌A這塊 然後再砌B 你要砌A這塊 就算是完成 即是火箭 一定要砌機翼的核心 再砌火箭 我砌機翼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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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裏面的設定 我砌的設定好像是 它的時代背景 它的人物 那些東西其實有一個既定 就像GTA那樣的 就算我可以進入一些東西 當然你可以很大規模 完全修改它全部的模特兒 但既定來說 其實它有一個固定的框架 GTA是一個什麼時代的故事 Elder's Goal是一個什麼時代的故事 背景那些已經設定了給你 它有一個設定 你代入故事裏面 你想成為一個什麼的角色 但是 Sandbox遊戲就是沒有的 你最佳的例子就是 Minecraft Minecraft 我們的世界 這類型遊戲就是 沒有的 我砌機翼的 我砌過中古時代 我砌過科幻時代 我砌過無限的世界 這個很依賴玩家自己本身 那個創造能力 想創造些什麼 當然你說這類型遊戲 為什麼過往每月 其實不是主流 主流 其實因為 當然你說 受限於技術 技術是一個挺硬的 因為始終它是一個很自由 很創造性的東西 即是你所用的 限制玩家可以用的模式 你那些一定是多的 所以可能以前的科技 或者技術 未達到那個水平 很簡單 我當你說 好像開放世界一樣 整個城市 當成郭木城 讓你自由行 自然駕駛車飛 但問題是 以前你知道機能不夠的話 可能你的城市 做不到出來的 可能要減少一些東西 規定一定要走這條路 但現在你很快就開了 可以自由行 即是我行第三條街角 也可以 第二條街也可以 因為現在3D模式設定了 所以要走 2D其實都做到 應該說 在80年代 90年代 其實都有buffet 這一類型的作品 2D也是 但這一類型的作品 其實很講求的是什麼 如果開放世界那種 很講求玩家去代入 角色裡面 當然你說 以我們所知 其實為什麼 我剛才說過 不是很多人去玩過 或者接手這件事 其實是 東南亞的市場 因為東南亞的市場 大家一直玩開 其實都是善性 簡單而言就是什麼 創造者 或者設計者 是創造一個環境 讓你去代入主角 創造一條路 讓你跟著一條路 即是 某種意義上 你是一個觀眾 不過你是可以 控制主角的 但是主角的行動 已經受到既定 即是你不可以一隻RPG裡面 突然之間 雖然你覺得國王很醜 你又很想奪他 但是其實 你是殺不死 你是永遠 只是在心中奏罵他 結果第十章 有分歧路線 被殺過 也可能沒有分歧路線 被殺過 最終就是 最終你都要看著國王 嘻嘻嘻 連結局裡面都要看著他 你是沒有辦法去改變任何事情 因為東南話最主要是RPG 劇本最重要 歐美是沒有那麼誇張 所以我們玩開東南話就會覺得 歐美其實在說那種 其實那種RPG 是真正叫它 角色扮演 以RPG的例子來說 它是一種角色扮演遊戲 你是在扮演一個角色 這個其實我覺得 我們以前 這個RPG的說 歐美那種是代入的角色 角色扮演 真正的角色 日本那種是甚麼 代入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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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樣東西是不同的 如果我是他 左又有女 右又有女 嘻嘻 如果是 別想得太開心 你說了哪類型的遊戲 很多類型都是遊戲 我摟的方式 有些不同的意思 東南亞的地區 其實不是沒有這類型的遊戲 不過你說 真的比較是 Core Pair 那類型 或者其實會是 傾向接受到歐美遊戲 類型的玩家 才會對這種遊戲 情有獨鍾 我其實覺得 東南亞的市場 和歐美市場 玩家群是有不同的質素 你以東南亞玩家來說 他的心態就是 你沒有目標給我 我完全不知道這遊戲做甚麼 不知道這遊戲做甚麼 我就覺得 這個遊戲不好玩 但歐美那個 就不是 我覺得兩種玩家的心態 很影響 他們的遊戲發展 其實這件事 開網世界也好 沙烏遊 其實他們都有說 你對世界的探索性 而這種探索性 其實是由玩家自己發覺 或者是他自己去追加一個 的意念下去 在裡面 當然不是說 東南亞大家缺乏想像 因為其實這類型遊戲 也有一個很危險 就是說 很看你心情 我不知道你做甚麼 我是很看你心情 因為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是沒有教過 因為我就是教你 基本的規則 我是沒有教過你任何 然後就回去 有 但是如果你剛剛被你老闆罵完 然後叫你回去 你回去做甚麼 你可以的 你做過木球公仔 然後就不斷 不斷 也是一種法事 但是 你要前面之後 你要很冷靜地 創造那些東西出來 是很困難的 不是啊 不排除你創造了一半的時候 你已經丟死了這些東西 你沒有心機創造的 你可以打人家 而且因為這種遊戲 做出來的困難就是 他不跟一般遊戲說 我可以很明確給你一個目標 就像剛才說的 不是就是砍咯 砍咯 砍咯 你還想要些甚麼 不是 很多玩家都是為了玩 不是為了創造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創造性 我相信這東西 東南亞玩家比較弱 而且創造是需要時間 就是很簡單 有一個遊戲 什麼都沒有 在平地 拆積木拆過城堡 你這東西拆了多久 歐美不同 歐美他們玩 可以出神遊戲 放整個桌子 可以玩幾個月 他們有這個時間 但歐美他們沒有什麼時間 我或者這樣說 因為一開始 你說這種遊戲 其實你想下去 哇 我可以讓你很自由 這件事是很浪漫的 哇 我做一隻遊戲出來 你做甚麼都可以 告訴你 但是 那次是否還是遊戲 還是一個program 可能聽過的人 都會覺得 哇 很吸引我做甚麼都可以 但是 你說你的做甚麼都可以 和我想的做甚麼都可以 可能是有差距的 有差別的 亦都是受限於有的技術 就是 我雖然說做甚麼都可以 但是有些事情 始終有框框 我搞不定的 有些事情 有些框框 是的 這個仰賴就是 現在的技術 即是開發遊戲技術 已經進步 而且是甚麼呢 這些開發的技巧 亦都開始吹向 有很多玩家自己都掌握到 這一類型的技術 或者本身遊戲裏面 有一個強大的引擎 去輔助他們 去將這些東西放入世界裏面 他們只是需要 可能某一部分的基礎知識 他們已經可以創造很多不同的東西出來 讓玩家自己發揮 是的 這類型其實有一種 不算是沙盒 但好像東南米曾經 大家可能都聽過 RPG製作大師 這類型的東西 他不是創造一種東西出來 但那種東西不是一個開放 他給了一套程式 或者一個模組 去處理這些 給你達成你的夢想 因為乃外都是你 走到地點 戰鬥 下經驗值 這些是模組化的 盡量給你一個 sample 可能給你一些人物 一些怪獸 類似的情況 所以不是說 以前那種 如果你說 那樣是遊遊遊戲 我反而覺得 那樣是像一個程式 就是這樣 本身可以這樣說 你說純粹就這樣 三合遊戲裡面的東西 其實它本身 是沒有任何樂趣可言 我告訴你 我現在放了積物在面前 你覺得那些積物 是不是很有趣呢 你這樣做 那些人認為你是神經病 你會是 那些積物有什麼有趣 那些積物的有趣 來自於你用那些積物 創造的東西 創造的東西出來 是的 當然你說 現在其實很多人 剛才我們也說到 啊 三合遊戲 和開放世界 會混亂 因為其實 現在很多開放式的 世界的遊戲 其實都賦予了 你可以input 一些東西 進去遊戲裡面 有些甚至是 本身沒有的 不過我硬 你自己定義 它容許你自己定義 或者創造一些東西 放在那個open world的世界裡面 是的 當然 三合遊戲 其實真的很難說 因為那個樂趣 並不是做於 我告訴你 那個樂趣是什麼 那個樂趣是什麼 就是你很難跟一個人說 這個角色 是我老婆 好正 你解釋不了給他聽 這個是我的樂趣 你這樣想明白 這些人告訴你 我肯定 你的例子真是很好 我覺得這個角色 真是很蒙 真是很蒙 那真是有多蒙 你感覺不到嗎 原來人高少女 都是開放世界的角色 不過那個世界 不是世界的角色 就是那種感受 或者那種樂趣 不是別人告訴你 是你投入了這個世界 簡單來講 就是落了坑 你就會明白 你用那個例子 用落坑這個字都對 其實DIY 自己尋找自己的快樂 其實這兩類玩家 其實有兩種玩家 一種玩家 就是喜歡創造 而另一種玩家 就是喜歡玩別人創造的東西 喜歡破壞 都不是喜歡破壞 那是Minecraft的例子 就是喜歡破壞別人的東西 這個是遊戲賦予彈性的自由 開發者 並沒有製造這個遊戲 或者這個世界裡的道德觀 或者是他適合的玩家 不只是一個target market 即是他適合的玩家 可以說 完全兩種人的東西 或者是一種是 喜歡創造的人 一種是喜歡破壞的人 這兩種人 都可以滿足得到 所以他沒有一個既定 就是這個遊戲 應該要怎樣玩 而你其他類型的遊戲 他一定是 這個遊戲怎樣玩 或者甚至乎 那個遊戲是專門 某一種人去玩 或者怎樣玩得好 這類型遊戲是沒有一種 怎樣玩得好 你只要其實沒有人會 或者你其實可能很多時候 尤其是Facebook 有些人分享 就說Minecraft的人 花了不知多久的時間 做了一個很漂亮的時間 即是說他很厲害 並不是說他這樣玩Minecraft 就是最正確 這種才是Minecraft的玩法 是沒有人會說這句話 即是說他很厲害 但你其他遊戲是有定義 你LL這類型遊戲 你之後會說 這個玩家很小 這個玩家 技術很好 這個玩家很厲害 很厲害 這樣玩這個角色就對了 想不到可以這樣出招 是的 但你不會去說 用其他東西去形容他 你不會覺得 這個人在戰場裡面 走了十個圈都不死 這個人很厲害 真的挺厲害 別人還沒幫你 很厲害 這個勝利條件裡面 沒有一樣東西叫做 限時虛弱 你只會覺得 這傢伙很脆致 但你心裡會說 死傻 神經病 怕誰會這樣玩 你試試在世界賽裡面 有傢伙這樣做 你會說 這傢伙應該進入世界賽 他進入世界賽之後 他這樣玩 只有兩種人 一種他真的是天才 可以在世界賽中玩十個圈 當是彩者這樣玩 一個就是他傻的 其實你不會覺得 這傢伙很厲害 但在這類型遊戲裡面 厲害有很多不同的定義 我花了很多時間 做了一個精心的報紙 或者我只是做了一些很簡單的事 不過我賦予了一些象徵意義 你都會覺得這傢伙 你這樣也想得出很厲害 這類型遊戲的吸引力 就是賦予了一個平台 或者一個軟件 令到你可以創造你想創造的東西 只要你想到 他一定有他的技術 但你根據這個規則下 你也可以創造到你想要的東西 就是這類型遊戲的魅力 當然你說 很多這類型遊戲 其實日本是否沒有 其實我很早時期 日本裡面其實我玩過幾隻 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首先有一個叫合客遊系列 其實就是你扮演一個冒險者 然後在這個世界裡面就冒險 但冒險的終點 或者冒險的目的 是沒有的 他沒有告訴你 這類型遊戲屬於開放式的遊戲 未到沙峽的程度 就是你怎樣達成它的冒險 當然其實這類型遊戲 在叫做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再舊一點 還有中文化的金融群合轉 金融群合轉 金融群合轉 都可以算是開放世界 但是 他都有部分必然你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他開放不完 你可以不做的 撿下風機拿些東西 然後我可以扔下不理 應該這樣說 其實他始終有一個必然的主線 而某些事件 是一定要發生必然的主線 這個也是開放世界某些的特徵 可能開放世界說 沒錯 我是說 你是可以不完成主線 但是完成主線之後 可能有其他 有些MVC對你的反應的改變 可能一些危險的地區 變成安全的地區 這些類型的東西 其實都會有差異 GTA也會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當你完成了什麼 可能你都會隔車 你到那輛 或者幫那個人做 殺人放火之後 那個人會對你好 你可以買到其他東西 當然你可以改造模式 但是我說 在遊戲的進程裡 這些東西其實 他都不是說沒有限制 他只是說 他把限制壓到很低 不是應該說 那些是一個check point 你要經過那一點 你就會對遊戲的進程 延伸了一步 這個我講的 R&PJ也講過 這個世界 老老實實是不會發達 這類型遊戲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本身 我都說 這兩類遊戲 其實沒有一個道德觀 尤其是開放世界 也是說 它有賦予一個道德觀 但是你可以不遵守這個道德觀 你可以令到那個道德觀 扭曲 而那個扭曲是甚麼 殺人放火是不合 不讓人知道就可以了 尤其是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那個遊戲可能是甚麼 你在村裡殺人 是會被警衛追的 那怎樣不讓那條村見到 人是出村 躲起來殺了他 他就不知道 而我又拿了他的道具 但是那條村裡面的人 又覺得我是英雄 那是不是覺得很細 這類型其實是 他沒有他很嚴格設定 其他的遊戲裡面 有一隻NPC在那裡 他不可被攻擊 在這個城鎮位置 不准動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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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現在 大家是接受不到 一隻線性的遊戲 原始遊戲 原始的遊戲 有故事的遊戲 你覺得 我覺得 我玩十幾二十個小時 我都未去到結局 我覺得是很有問題的 但是 你覺得這類型的遊戲是甚麼呢 我浪費二百個小時 我覺得我未玩夠 是很有趣的 現在 但是那時候的問題 那些人是直接 我浪費三四十 或者八十幾個小時 我玩一隻 線性的遊戲 我都覺得 我不願意浪費八十幾個小時 去玩一隻 好像沒有中頭 沒有什麼目標的遊戲 其實這件事挺有趣的 不過當然 人家的心態不同了 其實已經改變了 習慣了一些 沒有玩開 只是玩開 你覺得喜歡 或者真的喜歡一條女 之後就要玩下去了 那個是個例子 只適合在有馬身上 其實大家 有玩過的 可能是 GTA 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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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還有 你可以說 現在 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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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玩得很少 因為 開放世界 始終是一個主題 因為 我自己對 4O 玩的 興趣的感覺 不是很大 反而我自己在最多的時間 就是Elder's Goal 那類型的遊戲 他就說 你只要喜歡賽車 我告訴你 是木頭車 還是那輛 是 是 我開巴士 當然 沒有問題 你做巴士出來 飄移 一輛泥頭車 一輛單車 一輛BB車 都可以 這個很任 他沒有一個 這些風格 去限制 只要你做得出 你就可以做出 你就可以玩 但其他的可能 可能 現在的開放世界 並不是說不行 只是你要花費很大的心力 如果你是一個新手黨 你不知道要新到2046 才能新得到 當然 我不知道大家是屬於 新手那一群 還是創造那一群 其實是初接觸那一群 其實沙盒來說 我已經玩得最多的 就是minecraft 但也不算很資深 那種 跟著別人玩 那種 我沒有時間去砌 那麽漂亮的成本 就在街上走一走 或者去別人的搞事 你可能會帶自己去過一下 雜誌 那你說現在入系 其實都有很多 其實應該是開始有 就算你說現在 去到現在的 勇者鬥惡龍 都打算做一個 類似開放世界 或是sandbox形式的遊戲 開始 就讓你創造一個勇者鬥惡龍的 世界 世界 勇者不去鬥惡龍 就行了 我只能說 那當然你說 甚至是 我看回來的 就是日本是有一隻 類似GTA的 不過是 學員生活 的 就是一個島裏 就是你可以做 很多不同的東西 用什麼類似的遊戲 這個島裏 學員孤島 學員孤島 玩喪屍嗎 其實它是一隻角落遊戲 來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那這一隻就是 我免這些 我免查到玩家 是不是 查到聽眾 沒有啦 四百集 這些東西 很多 不是查到 其實開始 都很多 這類型的遊戲 開始越來越多 其實 因為 其實一來 我不知道會不會 一遊戲 一個設計 已經是 花了一筆資金 比如說 他推出一個市場 目標群眾 是很小的時候 那你那個 盈利方面 可能少些 但是如果是 創造一隻遊戲 適合各個階層的人 玩家的時候 會不會是 即是 公司是走向這個方面 全年齡 它的門價都高 尤其是我們眼見裡面 所謂成功的開放式遊戲 也好 或者生物遊戲 你都看到它是賺到盆滿半滿的 這類型的 但失敗是怎樣 總有失敗者 總有失敗者 任何遊戲都總有失敗 這類型的失敗就是 你可不可以 給到 玩家 進入這個遊戲的時候 他不停去 創造樂趣 是否需要 持續更新 它裡面 賦予的一些 工具 可不可以容易 被人理解 其實Minecraft 對其他人來說 就是什麼 它根本是一套積目的遊戲 它容易入手 就是容易玩 上手很容易 你容易理解 那樣東西 會由A變成B 即它不會經過一個很複雜的流程 你會清楚知道 這類型遊戲 是這樣玩的 然後 然後你就會去想 如果我想兩塊積物 我將兩塊積物 我將兩塊積物 創造一場 就變成塔 你會不停去 有這些 你會自動受到遊戲影響 你會自動再想一些新的東西 去想像 你會願意去繼續想像下去 你會覺得 其實我做完這件事 其實它不是一個完結 我還會想做其他東西出來 就是說 當我拿到這個滿足感之後 其實我是覺得 我可以挑戰更加難 更加難 這些會是這類型的最困難 也就是說 設計那班人 其實最難去做的地方 就是 我要做一個這麼強大的東西 但是 不要誤會 這件事就是 他們不是說 不需要去想 我做一些舊東西出來 就像ROP那樣 我做這個Quest出來 那些人會不會喜歡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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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錯 你做這樣的Quest出來 你真是玩我 我自創地城自創陷阱 你真是玩我 你真是玩我 可以的 沒有玩我 這就是 這個體驗就是有趣 做這類型的遊戲的人 需要做什麼呢 他們考慮就是 不同的可能性 就是 那些人會拿他去做什麼 會創造什麼 因為他 非善性 他是一個樹狀形 他這一點 他可以散出無限的可能性 所以他沒有一個 他反而是思考這件事 很多人會說 很多人會說 沒有什麼遊戲性 很多人會說 有時候會這樣說 這類型的遊戲 尤其是3UP遊戲 但是 其實 遊戲性最重要 就是 他要你踏出這一步 去創造 你投不投入 這些遊戲裡面 還有這些遊戲 很多時候 就是他沒有一個 很極限的巔峰 譬如說 傳統RPG來說 巔峰就是 你升滿了Level 99Level 你什麼素質 全部都爆了 這遊戲已經很強大 這些遊戲 似乎 就不會有一個巔峰 我覺得這種遊戲 是 你什麼時候 玩厭了這些 玩具 沒有 推到從來 做成一個新世界 沒有玩厭的 這次的世界 這次要發展一點 是的 這個我也覺得是的 因為我玩這類型遊戲 其實我也是 去到某一個程度 其實我可能 對那個世界會厭倦 但我不是對那隻 是厭倦 我只是想創造另一種遊戲 另一種遊戲 開放式遊戲 我只是厭倦了 假裝好人 我今次想裝壞人 我今次想做壞人 然後就是什麼 我假裝壞人 我假裝壞人 覺得我假裝都累了 我想見人 我今次想假裝個偽君子 是的 我要什麼 全班都覺得我是好得的 好人的時候 但我背中就做了這些不恰當的勾當 犯法 犯法 殺人 做了什麼都做齊 對 你在表面的數據裏面 你會說 你是善 我是一個好人 你是跌追不善 中立善 因為很難去逐漸做壞人 因為就算你說 剛剛出去4-0也好 其實那個好在於就是 其實 Player自己去感受 因為很多人 有些人是真的不喜歡玩 無論Elsa Score也好 Fall也好 Assassist也好 這類型遊戲 其實很多人 都說 有時候我不太喜歡 因為他都說 我一代入不到 好像 不是 那些玩家 會不會已經習慣了那種 你給我一個明確目標 那種人 去轉型玩這些遊戲的時候 會有 那種我會 適應困難 那種例子就是 大師 不要說佛計 我可不可以說得清楚一點 JJ大人 不要說C 可以嗎 講清楚一點 你不用說一階是多少 你們說二個可以 知道嗎 我是這樣的 有些人是這樣的 你給我一個明確的目標 我是不是殺前面那條惡人 怎樣 他可以扣扣那條女人 攻略給我攻略就行了 很有趣的是 其實某種意義是 在普通的遊戲裡面 是會存在選擇 但是選擇是有限度的選擇 而沙盒或者開放遊戲 其實也不是完全無限 不過它是很在乎你的行動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說 你殺不殺這個人 你只有殺和不殺 放過他 做Fan 這些選擇 或者是 我逃避 我不代表問題 不是 Elder's God Elder's God 是有這類型的問題 你捉了一個人之後 可能有個貴賓 找你殺了他 然後你走開了 然後什麼呢 事情就不關你的事 可能這個 例子可能 其實會影響 一些人對你的評價 但我不做的 那些人就評價不了我 然後那個人死了 關我什麼事 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做的 人不是我殺的 甚至是 有一種 如果你說Elder's God 那類 就是 有一些主線任務 你可以什麼呢 沒有主線任務的關鍵 國王殺了 沒有了 國主線任務 做不到了 這個世界 這類型的例子 都是有的 殺了之後 是不會復活的 人死是不會復活的 人被殺就會死 那裏面 個個都是人 當然個個都可以殺 人街可以殺 這就叫自由 這類型的 GTA也有人 你屠了整個城 Elder's God 你屠了整個城 沒有了 這個世界再沒有任何任務 那可以做什麼 是呀 做不到的 不過你達成的成就就是 你斷了這個世界所有的後腦 這不是叫什麼卡關 立刻就立刻 這也是一個玩法 其實 但是這個玩法 我沒有告訴你這個玩法 是可以這樣玩 我容許你這樣做 不過你又叫什麼 這個樂趣 不同意 可能你看到那個人 你都神經病 那你有什麼可以玩 但是那個人說 我玩完了 我這個體驗已經玩完了 這個不是我的終極目標 我破壞這遊戲 我達成了世界剩下我一個人 這個目標 這個目標 我達成就說 我就開下一場 我的玩法 或者是殺了所有男的 整個世界 見藍作殺 亦都這樣 香港人說 我要創作者 全部都是男人的世界 是 沒問題的 一全做到的 這個遊戲賦予你這個權力 你去做 這個遊戲 這個界線 是不需要的 這個界線 是不需要定到好死 是很模糊的 那模糊到程度就是什麼 你說是就是了 你是這個世界的神 甚至就是 這個就是 你可以 可以 分享給別人 我做了一件這樣的事 你想想到 我可以這樣做 其實這件事 可以 你進來 我世界看看 你看這個世界全部都是男 像Minecraft那類型的 甚至有些人會說 叫一個玩家進來 然後什麼呢 帶他去一個地方 然後鎖死他 鎖死他 做什麼要這樣做 但是不是要去敷營這個世界 其實是 我們剛才提出的玩法 在於那件事就是 有趣 這類型遊戲其實最怕的是什麼呢 無聊 那無聊的定義是做什麼呢 沒有的 其實 那無聊是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可以 我做完這樣之後 為什麼 這些理由是可以很無聊的 我覺得這樣做完之後 就算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朋友一句 你的 不是為了朋友說一句粗口 Scarmy說一句 不是 你應該好客人都請他來 世界觀光 為什麼你要做這個 你真是殘忍 嚇人 也在說一句 其實很多時候 他不是沒有Level Design 這個環節 他的Level Design 最重要的是 你要通過發掘 然後其實 其實無形中 Minecraft 可能你會得到一種新的材料 去砌積木 就是一塊石 再混一些東西 就會變成另一塊東西 另一塊東西 是的 這類型其實是一種 非線性的獎勵 其實 但是無形中 你是在推進 你是在精通這個遊戲 而再發掘這個遊戲裡面 更多的東西 因為你精通了這個東西 是可以做到什麼 也是你說這類型遊戲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核心的環節 將你的世界 其實擴闊出去 透過不斷發掘 而Openworks 那裡也是 我們剛才說的例子 就是 我一開始 我只知道 就是 殺人 是可以搶到道具 但是殺人之後 會被 通緝 然後我就會發覺 究竟 怎樣可以 拿到道具 拿到這個人身上的道具 又被人通緝 然後你會想很多的方法 就是 在裡面 可以偷東西 偷了他 偷了他 是不是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又不是 就是 我成功了這件事 我得到一個出門 然後你身上說 我覺得這個人真的很醜 我真的很想殺了他 那怎樣呢 然後你會去研究方法 就是 我為何達成多重條件 底下 而這個最終的結果 就是什麼呢 人家躺下了 或者是一件道具 入了你的手 但是當中 這些方法 就是你發掘 但是其實是一個獎勵 無形的獎勵 就是 剛才說 如果剛才的例子 就是 你在不被人發現的情況下 你獲得一件 很好的道具 那 你失去了 那個懲罰 其實是一個獎勵 其實是獎勵 會有多了的東西 就是你額外 你沒有損失的情況下 獲得了一些東西 其實增加了自己的能力 甚至不平是為了什麼呢 為了將這個 為了將這個報酬 提高到極致 而將自己的損失下 一定是減至0 對 甚至是0 可以是去到 就是這類型 Open World遊戲裡面 其實我們會常見 當然你說Open World遊戲 應該說 在V的年代 有一隻 就是 被人稱為 就是唯一一種 沒有受到任天堂查讀的遊戲 濤濤 濤濤 《二陸之刃》 對 這也是一個 開放式的故事 它沒有強制 你一定完成了什麼 當然也有它的主線 這也是成功的 當然你說V有第二集 那一集我就不評論 那一集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玩 因為我沒有VU 大家捐給我 很難 四百集不是有獎勵的嗎 主持有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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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全勤 對 我全勤 開放式 開放式 你要獲得獎勵 自己要努力 沒有登入獎勵 開放式 不好意思 其實人生遊戲 也是一個開放式 所以說到這隻遊戲 其實也有另一隻遊戲 其實也是 曾經是 我想大家都能聽到 就是Second Life 嗯 其實就是你在遊戲裡 扮演你第二個人生 第二次人生 對 你可以成為一個工程師 你可以做一個警察 你可以做一個富翁 或者你做一個乞丐 也是沒有問題的 對 就是要任憑你自己的獎勵 就是你想 如果 我有下一次 嗯 其實這也是這類遊戲的其中一個 有因來的 我覺得應該會玩的 就是如果我敢做 會怎樣呢 嗯 因為其他的線性遊戲裡 你不會想如果 嗯 即是一個如果 你即使想到一個如果 其實它是有所謂的 最好的方式 總之 跟A說完 跟B說完 跟C說完 用這件道具 這個方式就是 最有用的 是有其他方式 不過覺得 不有效的 也是 達不到一個好的結果 而這個 是有一個 絕對的準則 就是可能 我的分數會多了 我的能力會高 比用其他的方法 這類型 其實它是有一個 最佳算項 沒錯 所以 而其他的就是 有最佳 可能他也是最佳的選項 但這個最佳的選項 是不是放置 所有的 遊戲裡面 所有的選項 都皆盡 就並不是 嗯 我覺得這類型遊戲 是 魅力的所在 很多時候 又要做出一個選擇 看你自己 其實目標 是嗎 其實現在 市面已經有很多 這類型 不同題材的遊戲 開始越來越多 其實 你總會選到一隻 其實現在幾乎 大過 我覺得是你總會選到一隻 你希望 你想去嘗試的類型 我簡單一點 就是 科幻的有科幻 奇幻的有奇幻 現實的有現實 甚至古代也有 古代就是中古 奇幻 不是的 有一隻我記得是 我忘記的名字 是 講恐龍世紀 那個時候 那個也是一個沙子 那你做什麼 其實恐龍那邊 你是原始人 不是 它是以自身的能力 去捉那些恐龍 然後用那些恐龍去捉高的東西 即是網恨 不是 它又不是好像 魔恨那樣關卡式 它簡直是給你一個世界 那個世界有不同的恐龍 可以運用你的技術去捉 這個其實 這就是那種掌控感 我是操作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是以我為中心的 說了就算 現在我是想做這件事 我是慢慢把我的影響力 令到我的影響力 整個世界都受到這個影響力 去操縱 有玩家會得到那種 就是 這遊戲 其實是我創造出來的 這個遊戲的世界是我創造出來的 不是開發這個遊戲的人 開發這個遊戲的人 其實某種意義上 最後的網口手勢是他的 因為他能夠引導你 去創造這些東西出來 雖然他可能沒想過 就等同於 其實是神 你創造了一個人 那個人創造了什麼 誰知道 亦都是這些 這個 當然二十世界 你都可以說是一個open world 來的 不過你沒有tick to 這個意思 你不能說 開過game再玩過 是Hardcore的sat up遊戲 沒有第二次的 所以現在其實應運而生 你看到在steam裡面 開始有很多這類型遊戲 就是用一個提言 生命沒有tick to 現在是 你只有一條命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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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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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 沒有的 每個player 你可以登入這遊戲 的時候 但當你死了 你就永遠不能再登入這遊戲 你再買一個 就是這些省錢 我知道 但他又說 生命是沒有tick to 而你所有的東西 是當你這個生命結束了之後 並不會為你 下次生命帶來任何的優惠 論位繼承 二字幕繼承 沒有這樣的 純粹我記得 上次在哪裡死 這類型 當然 這類型就是開放世界 很難做三合 其實暫時來說 都沒有一個很成功的遊戲 如果你說一下剛才的生命沒有tick to 這也是我講的那種狼狼 哇 生命沒有tick to 你這個東西已經殺了你了 是不是 但是我省一點 但是你自己現實生命 已經在玩這件事 我覺得是這種 他OK的問題 我寧願輸了之後 再玩一次 那種是 設計者 能不能給到那種 就是 我的錯敗 並不是讓我放棄了遊戲 只是讓我更加有爆心 你只是放棄了 你不能玩 那我再來 就說 給錢 然後再說 18年以後 又是一條糠狼 其實這樣而已 這些遊戲 也就是 製造者不可以讓那些朋友說 他覺得 很無聊 很無奈 這個理想 這個很美麗的圖畫 一定要印在玩家的腦海裏面 他一定是在追求一種浪漫 而這種浪漫 是完全沒有定義的 而且是追求一種極限 其實是 你在一個 只是一次生命的時候 你可以做到多少 這個是這類型 即是他的題材是底下 你可以做 你做任何事都要審慎 是的 但是你知道遊戲總會是人選不如天選的 意外這些事情都會發生 所以就要被保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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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知道是甚麼事 這類型是充滿意欲 這就是剛才所說的 是緊限於這個 剛才的題材 大家會想到很多 究竟可以怎樣做 遊戲裡面能否賦予到 你可以做到 你想像中的東西 這個就是 期望落差 這個期望落差 究竟這遊戲能量的 很關鍵 最重要的是 這個開放遊戲成功 遇失敗 因為有些事情 你會想起來 好像 有一隻叫EVAE的MMO 就是要你統治一個宇宙 哇 銀鷹轉 但是甚麼呢 當你統一了一個宇宙的時候 你又要發覺一個問題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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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二十張request 過來 我的星球發生了甚麼事 你快點搞亂 然後你會覺得 上班嗎 何必呢 三國早已去設分區 扔給他張文做 為甚麼要做 這些都是餘的 這類型 你會覺得 其實你是代入了 這個從政者 去到一個極限 一個國王 你不要以為國王 左邊抱著右邊的女兒 為你吃水果 我不知道是甚麼 借錢廣告 這麼簡單 這些 亦都是我剛才說的 這類型 這類型 真正正的就是 他讓你感受到 你扮演 那樣東西 最終會得到 他可能是 他特意這樣做 沒有啊 你不想這樣做 你下次開一個另一個角色 去體驗另一個角色 做一個平民 做一個將軍 我不管 我經常負責打仗 國家大使的那些 不發大事 決策的事 不要找我 做過我的事 三個字都有的 你可以不做國底 可以做將軍 可以做客人 甚麼都不用理 三個字你說七八 扮演武將 其實有那種意味 但你應該說 其實你的出路很少 就是 我用這個例子 三個字 七八的時候 你成為一個平民 不重複任何一個國家 你不可以做到八旗裏面的水鏡老師 各個國家和國王 和我很友好的 老實說 我去到哪裏都不會有人散我 每個人都是我徒弟 每個人都叫了師傅 做不到這件事 如果你做到 這三個字 真正是一種開放式遊戲 但現在就是 你成為一個平民 平民是甚麼 每天就是 鍛鍊鍛鍊鍛鍊 然後說 一九五知多少年 劉彼滅亡了 一九五知多少年 董卓滅亡了 所以說 關我甚麼事 我又做不到事 又不會有人來找我 你要出路就是 做官 做平民 他完全沒有出路 但你又 平民也沒有平民的樂趣可以找 我可不可以 搞屎棍的呢 搞喜意 我又不想這麼瘋狂不斷 其實我是一個殘兵 暗地裡搞屎棍 其實我甚麼呢 我是沒有任何的兵力 或者沒有任何的 從屬的武將 但是這個世界裡的 身殺大權由我作主 我要你死 你就要醒 還要你死了 都不知道誰做的 那這些就是 我真的做到 我可以扮演不同的事情 其實是 在這個世界的舞台裏面 但是那種就是 其實三個種就是 你的出路 要是做官 要是做老闆 要是做下屬 做乞丐 是沒有用的 在這個遊戲裏面 沒有用 這類型遊戲 其實我們就講到這裡 很多你說是樂趣的 我們很難去 舉出一些例子 告訴大家 其實很多類型遊戲 可以做到這樣 但是你說 當中裏面究竟 你想達成的目標 就是當你接觸的遊戲 的時候 你想做甚麼 或者你想在這個遊戲 拿到甚麼 是的 這就是由自己去發掘 自己去發掘 究竟樂趣 或者你想在這個遊戲裏 完成甚麼 有種是自我完成的感覺 等於砌積木 以前玩這個 小時候 玩這個 Lego 砌了甚麼 令到你覺得 一個很成就感 就是那樣 是的 我們也達成了四百集 不知道做了甚麼 對不對 多厲害 我們都自我完成錯了 好 今集的時間 下一集 玩打經機的那個 是不是會回來 不知道 你要問他才知道 大家看看 我們怎樣 攻心下一集 攻心這個人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